你知不知道明白嗎? 明白 我們知道聖誕節在這裡 當我們說到聖誕節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到聖誕禮物 聖誕節我們收到聖誕禮物 昨晚我們收到聖誕禮物 第一個禮物是什麼? 聖誕禮物 你感激一下 第一次收到大火雞 聖誕節常常都有一個禮物 我們知道我們所說 但我們照著神給我們的禮物 三個禮物是最好貴的 第一個禮物是什麼禮物 就是聖誕節的主角 神自己的子 一個子 耶穌基督 從天上來到人家 到全身 來誕生在罵禮物 給人家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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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第一個最寶貴的禮物 第二個寶貴的禮物是什麼? 就是給我們祈禮的禮物 所有基督徒 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信耶穌的人 我們都有祈禮的拳兵 這個拳兵不是給那些 不是基督徒的 是給那些是基督徒的 對不對? 因為我們奉耶穌的名字 祈禮的時候 我們的祈禮就是 誠心所願 所以你說 什麼? Amen 對嗎? Amen 誠心所願 神已經隨聽你的祈禮 因為你祈禮就是 耶穌的名字 祈禮 第二個 第三個 實在給我們 這本 神的話語 金日主 有一個展示 有一個展示 博師 今年終於成功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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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兵我們有三個寶貴的禮物 但我們國內的基督徒 我們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在為寶貴 常常的 能夠多多人來 地道上面前 操練我們的祈禮 特別是三個禮物 祈禮 你發覺到 你打開聖經 成功了 你會發覺到 很多時候 上帝所做的事 上帝所成就的 這個工作 跟我們祈禮有關 當地上的人 是迫切祈禮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 先上來有事發生 對不對? 很多時候 你會說到 原來神自己未來的計劃當中 他不是單獨去做事 他要我們參與 他整個的計劃 是用祈禮來參與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各位 千萬不要看聽你的祈禮 因為祈禮是能夠 怎樣? 能夠跟上帝的指揮配合的 而且上帝呢 是給我們這個拳兵 是為了很多事情祈禮 所以你千萬不要看聲 要你祈禮 如果你看啟示錄 現在呢 我在這個 上帝所講的 鼻涕口鼻涕 在這個查經班 我們開始講啟示錄 如果你看啟示錄的時候 你會發覺到 啟示錄 這個第八章 我們看看 這裡又講到 中聖徒的祈禮 中聖徒是講過誰 是他講過誰 是他講過誰 你是否有份 你有份 你有份 我有份 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參與 除非你沒有祈禮 所以呢 眾聖徒的祈禮 當你祈禮沒有祈禮的時候 我們的祈禮 能就是參與了其中的 我們看看眾聖徒祈禮 發生甚麼事 高陽開開第七章的時候 天上就沒有聲音 直開 大開是兩盒的聲音 然後 使徒入漢 在天上看異象的時候 他看見甚麼呢 我就看見 站在十年前的七位天使 拿著七之號要吹 這個就是 在設計上講到七號 七印和七門 當天使一吹禮的時候 每一個 一支吹禮的時候 地上就發生了大漲 所以 一災比一災 是更加厲害的 我們看到 當時 這個師徒的遺憾 就看到了 這個天使就吹禮了 另一個天使拿著 金香龍 來站在祭壇旁邊 又去了香次吉他 要跟眾聖徒的祈禮 一圖 升陷在古著船的金壇上 在天使未吹禮之前 有一件事發生 是甚麼呢 是眾聖徒的祈禮 所以 有個天使就站在金香壇當中 為甚麼 就 很多香都賜給他 然後 就在這裡 就獻在代的寶座上 再看看第四節 那香的衣和眾聖徒的祈禮 從天使的手中 一圖升到哪裏 就升到神的面前 意思是 你和我的祈禮 怎樣 就達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聽我們 上帝聽不聽祈禮 你們祈禮有甚麼 掉到地下 有沒有 或者是升上去上面 升上去上面 升上去上面 不是掉到地下 不是沉默大海 是升上去上面 是神聽的 就一圖升到哪裏 當這些眾聖徒的祈禮 和祈禮 達到上帝的面前 發生甚麼事 我們看看發生甚麼事 發生甚麼事 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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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使善道 香爐 盛滿了潭上的火 倒在地上 甚麼 地上發生甚麼 有這個雷龍 響雷 大聲閃電 地震 開始發生大災難 臨到整個地上 因為眾聖徒的祈禮 已達到世界面前 大家知道嗎 這個 在天上的眾聖徒祈禮 令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我們今天當中 學過很多很寶貴的功課 第一 帶出兩方面的思想 第一思想就是 代佬者應該居培的條件是甚麼 中聖徒的祈禮 就是代佬 甚麼叫代佬 我們為別人代佬 代佬的意思就是 我們為了其他很多東西 在這裡 將這個祈禮 來到上帝面前 我們就叫代佬者 所以今天 我們要做一個代佬的用事 所以今天 大家有沒有收到SMS 忽然之間 你的電話和SMS給你說 報告報仁祈禮 你說得對嗎 你看到的時候 還是怎樣 你就放下 或者 你讓我等一下 不要放下 不要等一下 立刻就祈禮 為甚麼呢 因為聽到SMS說 某某人已經進了醫院 例如Danky Feu 那天我收到一個 說請大家為祈禮 立刻就為祈禮 有一個人就是 用了 大順丹 但是要緊急室 已經要 醫生的開刀 請大家為祈禮 你就不要有空 因為你一登的時候 開刀開神 哈哈 所以你們就立刻 為了祈禮 求神自己幫助 整個手術能夠成功 你醫生有智慧聰明 給這個手術能夠完全得到 自由確保醫治 對吧 所以你一登低來祈禮 祈禮不需要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祈禮什麼 你可以用短短的時間 祈禮都可以 上帝聽不聽 上帝需要你 用很長的時間來祈禮 不需要 但是當你祈禮的時候 你的長時間更加好 所以李知梅 你發覺到 上帝是看祈禮的 所以我們 我們發覺到 一個來祖者 有的典型是甚麼 第二 當眾信徒的祈禮 祈禮所帶出的結果 是甚麼 那個好效 是甚麼 是給我們看走的功課 首先 我們來看看 一代祖者 一代祖者 他們我們本身 應該有甚麼的條件 我們應該有甚麼的 應該做的事 第八章第三節 我們來看看第三節 另一位典禮 那約金香爐 你站在祭壇旁邊 有很多香爐子 在祭壇族 和祭壇族 一道建在寶座上的 天外的金香爐上 另一位天使 那約金香爐 為甚麼會那次有金香爐 站在祭壇旁邊 甚麼意思呢 當我們要了解這句經名的時候 我們必須返到 想到天上的祭壇 有一個金的祭壇 這個祭壇 這個祭壇 不可能是憲祭、法祭的祭壇 對不對 舊羊在聖誕裡面有法祭的祭壇 這些祭壇是甚麼 憲那些被殺的公園 被殺的那些 被殺的那些 這些被殺的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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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被殺的那些生物 所以不可能 因此 這個祭壇 不是這些殺生物的祭壇 因此 這裏所說的祭壇就是 裝著你和我 眾聖徒的 祈禱的香壇 這個祭壇 不是來擠這些祭壇 這個祭壇是來擠什麼的 擠你和我的祭壇 所以每一次的祭壇都放在這個祭壇裡面 是甚麼 是好像祭壇一個香 獻給上帝的 好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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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